环球传播 传播主爱 点亮生命 环球传播 诗篇 从灵魂深处唱出的歌 一百五十篇 天天都是祷告 欢迎收听诗尾传道领读诗篇 敞开心灵来到主面前 靠近天赋怀抱 默想祷告 来得着主救恩里活泼的生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诗尾 很高兴和你们有一个 在诗篇里的心灵之约 诗人读诗篇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朋友 今天你觉得是在被追赶之中吗 这个世代是一个多么发展的快 多么变化迅迹的时代 而这个世代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仿佛要邪过我们 使得我们始终像是被什么东西在追赶 也许是被追赶之中的追赶之后 但更多时候是罪 是罪性 也是我们里面的贪欲 成功的追赶 成功是一种追赶 让别人理解自己 也是一种追赶 现在有句俗语叫刷存在感 就是生怕这个世界 生怕人们忘记了自己 我们不停地刷微信 不停地贴东西 不停地去参加聚会 不停地发言 都是希望自己这个生命 没有在这个世间被别人忘却 仿佛一分钟 不拼命地去刷存在感 我们就消沉下去 这一切 也是这世界的王 对我们的追赶 原本我们心中的平静安稳 来自于上帝对生命的创造 来自于上帝对我们生命的救赎和认可 但是 这个世界的王 却不停地追逐我们 夺去我们心中的平静安稳 夺去我们心中 对上帝所认可 所创造的一切的依靠 以至于我们要追求人的认可 追求社会的认可 我们不是单单地 盼望我们的神 祭念我们 看护我们 而是希望被人祭念 被人知道 被人高举 希望 在这样一个世代 我们能够不跟随这个世代 我们能够不跟随这个世代 所谓的追求 不跟随这个世代 所谓的意义 能够立定下来 静听耶和华的声音 如果我们不能 我们也当像大卫一样 对神说 耶和华 我的上帝啊 我投靠你 求你救我 托你一切追赶我的人 在这里 大卫指的是 那些追赶他的人 他希望 神将他救出来 但今天 这句话 仍然对我们有益 因为我们 在各样的 这个世界的一些 理念 和生活方式的 追索之中 仿佛逃不掉的 必将要成为囚犯的人 女孩子 有的时候 被这个世界的 审美观而追赶 总是想符合 众人眼里 美的定义 我曾经问过 一些女孩 为什么要不停地 买名牌包 我并不反对名牌包 名牌包也很漂亮 为什么会 你不停地要买 他们告诉我说 一个包 是最简单的方式 让人认可我的地位 我今天又想说 也许一个基督徒 他不需要包了 但是他 不停地在教会 一定要在 某些岗位上 抛头露面的 服饰岗位上 比如说 一个教会 最抢手的 就是 主日讲台 当然 主日讲台 通常是 要牧师 传道人才能讲 那么再接下来 就是大家都会 抢着去敬拜 很少人去抢着 做打扫卫生 儿童事工 大家也会去抢 教 听那句 大一点的孩子 那么 三岁以下的孩子 甚至婴儿 如果去教导他们 那基本上是服饰他们 换料布啊什么 这些大家就不抢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表面上看 是在教会中 追求服饰 但是当你将服饰 分成三六九等 当你更有倾向地 去服饰什么的时候 其实这个社会的 价值观 成功感 仍然将我们 追赶上了 并且将我们捆绑 在我刚刚信主的 那个教会 还比较传统的 信主三年 我都在带 三岁以下的孩子 更准确地说 大部分时间 都在带婴儿 给他们换料布 我自己没有孩子 但在给他们 换料布的过程中 我觉得是上帝 对我最好的磨练 安静并回归本来 我们每个人的本来 我们每个人的本相 每个人上帝 所照我们的样子 我们都要回到 那个样子 带着本相来到神面前 最后在神的眼睛里面 来接受我们本来 起初被造的样子 这是一个信仰的过程 是一个重生的过程 如果我们信了主 仍然带着各样 世俗的想法 世俗对于基督徒的定位 甚至是世俗中 对于好人的定位 对于一个有意义人的定位 对于一个高尚人的定位 架在我们的头上 那不是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 就是回到亚当夏娃 犯罪之前 在神面前 失怒常态 那被造的样子 因为耶和华上帝 找了人 看着说 那是好的 我们要回到上帝眼中 那是好的 而不是回到人眼中 那是好的 也不是回到 我们宗教理念中 那是好的 诗篇第七编中 有很多的诗句 值得我们反复阅读 特别是 我很感动的这样几句 他说 上帝是我的盾牌 他拯救心理正直的人 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 又是天天向恶人 发怒的上帝 其实这两句 也是很多人 希望看见的 但却觉得 常常看不见的 仿佛上帝的审判 根本不在此刻 虽然说 上帝的审判 末日审判不在此刻 今天是太阳照好人 也照歹人 降于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但是 我们却要通过 这一些上帝的慈爱 也看见上帝的审判 上帝最大的审判 就是 任凭罪人 按照自己的心思 意念去行 我们要向上帝 祈求的 感恩的 就是上帝 没有任凭我们而行 并不是说 上帝让我们成为 这个世上的 世人眼里的荣耀 而是上帝 将我们 把离出 这个世代 一种成功的逻辑 意义的定位 让我们能够分别为神 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 称写他 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 这两句是诗篇第七篇的最后一句话 这两句诗 让我想到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 似乎无法 来这样称写他 因为我们看不见耶和华的公义 我们无法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 因为我们觉得 今天他似乎不是那么公义 但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按自己的逻辑 自己的善恶审判 来定义公义 如果你从永世的角度来看 从永生的生命意义来看 我们就会重新定义 也许我们没有那么聪明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像大卫一样 对神说 我投靠你 求你救我托你一切追赶我的 包括这属实的价值观 谢谢大家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朋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